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所謂的太陽能 太陽能是21世紀的所有能源 我們可以看到最左邊 如果大家可以看得多清楚 這個紅色的點 這紅色的小小的點 是我們當今全世界所需要的能源 我們所需要的能源 其實比較起來就是這麼一小點 可是太陽能可以供應我們全世界 1000倍以上的能源 那我們來看這一張 這張圖其實我非常 每次看到這樣的圖 我自己裡面都覺得非常的 事情大有可為 還有看這張非洲地圖對不對 我們只要找到一塊地 那塊地呢 就700公里乘以700公里 在這700公里上面呢 佈滿了太陽光電盤 做完太陽光電的系統 就可以供應全世界所有的能源 這件事情我們要不要做 我們找到一塊地 700公里乘以700公里 這個大小大概就是14 14個台灣檔 我們在上面鋪滿了太陽光電盤 助可以供應所有的能源 我們願不願意做 我看到這樣圖的時候 我剛剛覺得一定要做啊 我們一定要做 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來找一塊地呢 我們是不是來找一塊地 我們是不是譬如我們講 我們在隔壁商務找一塊地 或者是我們在萬里長城上面鋪滿了所有太陽光電盤 可能找到一塊地可以做這麼大的面積 可是我們能做嗎 我必須在這邊跟大家說 這件事情抱歉我們不能做 我們不能做 因為呢 所有的電纜 所有的線的輸送 都是有成本的 如果我們在一個很荒廢的地方 我們發電量非常高的話 電是要用的 電如果需要用的話 就要距離人性的地方 所以呢 我們再一定要強調 太陽光電是一個分散型的系統 最好的發電方式其實是在我們自己的屋裡上面 好 那我想 因為我在德國居住了蠻長一段時間 我想從德國的經驗來跟大家講一下這樣的證據 這張圖大家可以看就是卡板 那卡板上面寫得非常的清楚 它是德文啊 跟大家說一下 它是寫的Keyoto Smafa 就是說各位親愛的鄰居先生小姐們 我們要達到京都議定書的低碳目標呢 其實是可以做得到的 在這裡呢 它是一個太陽光電的園區 它把這個園區在上面布滿太陽光電板 可以公立就是整個 凡特湖附近有一個城市的所有的用地 可以看一下 這地方呢 在當初它是一個小小油菜田 油菜田 我想我們可能也都有所謂的 看到就是沒有用的荒廢的土地 好 它這上面呢 我們講所謂的重電 就是在一個不需要使用的天地上 或者是荒地上重電 可是我們一定要確定一件事情 這塊土地是不使用的 今天呢 我想從2000年4月 德國的再生年法通過之後 一直到今天2011年 現在這樣子的方式已經不再被推動了 因為已經找不到所謂荒廢的土地 不用的土地 可是當初是在2000年左右的一個project 這樣的時候 如果我們可以找到一塊土地 在上面重電的確可以公立一個城市 這是一個德國的小小的案例之後呢 我們還是要回到我們殖民記 過來看看 我們怎麼樣來說 太陽光電可以對荒廢成為一個低碳島 貢獻什麼樣的力量 我想剛剛立委提到就是說 我們要用風能 用風力發電 特別是用一個電單 把荒廢可以發的電 就是在這邊我們的風力的自由非常好 在荒廢發的電可以運回台灣本島 供台灣本島的朋友使用 我想這個情況 其實比較像我們是南電北宋 在台灣本島有非常多南電北宋的案子 那所以大家可以 因為你看到中央山脈上面 部門的都是非常多的電塔 電塔我想是在我們這一帶出現的 就是我想是一個 所謂是電視天的一個特別的地方 可是我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9月1日地震發生前 那時候其實我不在台灣 在9月1日地震發生前的暑假 其實有一次全台大斷電 是因為我們中央園的電塔到了 中央還是南的電塔就到了 所以南電送不了北邊 北地也沒有辦法南下 所以全台做了斷電 所以我在這邊呢 我在想說 我覺得風力的發電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只要用三四邊來發電 都是我覺得都是我們應該去推動 去跟大家就是 就是以得未來的生活方式 那同時呢 我剛認為假如是澎湖的旅遊 我們回來也會去想這件事情 是我在澎湖送了發的電 我送回到台灣本島去的時候 我在澎湖的離島 我在各位 譬如說我們各位現在住在 我不敢騰出來 澎湖的本島或是離島 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發的電 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發電 我們應該用火力發電 用水力發電 或者 我們應該用風力發電 其實風力發電的話 我想對台電的朋友來說 其實是一個蠻困難 也不是在台電的朋友 應該是在全世界都來講 在德國特別是也是這樣 其實風力發電 在德國的發展非常的迅速 而且它的發電量 它的裝置容量 以下標準非常的高 到目前為止的話 風力發電 現在是德國再生領域的 主要發電方式 可是這個是對我們整個的 用電安全來講的話 我們架多少風機 因為發電量非常的高 但風力 風力的發電 因為是動能 所以它是很困難儲存的 我們在想說 我們的電力調配的時候 風力的發電 我想 如果沒有風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用備載容量 我們要 我們裝了一支風機 我們不知道有多少備載 今天一備沒有風的時候 我們還有便可使用 但這件事情的話 我想都是在 就是在我們的整個 使用自然資源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去考慮的事情 但我們怎麼確保 我們自己用電安全 因為我想在這裡的話 就要特別強調就是 太陽光電可能比較 是有趣的地方 一個就是我有多少錢 我是做多少事 我有多少錢多少事 風力發電 你可以做1K 2K 3K 4K 5K 一直做到1000倍 2000倍 3000倍 就看我們能夠投資多少 第二件事情呢 其實太陽光電呢 它是一個可以調配的 就是我可以在我家使用 我也可以回溯到電力公司 然後提供大家共同來使用 所以呢 我在這邊呢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太陽光電系統 那如何在鴻湖呢 提供一個低碳的做法 那這是我們簡報的目錄啊 就是說其實根據未來的 我們要來看就是 未來能源的供應趨勢 第二呢 我們會介紹一下 就是太陽光電發電原理 第三呢 就是裝置太陽光電系統的優點 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然後就是每一個家庭 都可以裝置太陽光電 可是呢 它還是會有一些先天的條件 跟卸入使用 然後我們會來看 會來看第五項 太陽光電系統的種類 會分成獨立型 避典型 跟防災型 那之後我們會看 交互型的太陽光電系統 應用 公共發展太陽光電優點 跟潛力 以及我們做這件事情 會為了台灣 以及為了地球 來奉獻什麼樣的事情 那我想我們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就是所謂的石油 大概可以再供應整個地球60年左右 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都有定屆 大概就是60年 可是呢 它那時候有新聞說 欸哪裡都發現了油況 這邊又發現油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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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油況是一件事情 我們要花多少的資源 要花多少的錢去採油 然後這個油 能不能分配到我們這裡來 這個全世界很多 如果我想從壓克戰爭來看的話 那件事情不僅僅是政治上面的問題 我想最重要的是要確保油況 確保未來美元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來看 以所有的化石能源 都是有估計的一天 甚至我們來講 用原料 我們只用核電用原料 好 我們給它們要多一點時間 所謂用原料可能會有 還有200年的儲存量 可是所有的這些能源 都是被用完的 所以我們應該來看 我們用什麼樣的方式 才是一個永續的方式 才是一個永續發電 不要等到我們今天說 好 我們今天每個人都可以在那邊吹冷氣 像我今天還可以穿西裝 可是我在德國看到一個 對我來講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個廣告 特別是電力公司的廣告 那廣告非常的清楚 就是一片黑暗 它那個看板上面就一片黑暗 上面就一段小小字 上面寫是一個小孩子的口吻 他問他說 他問他媽媽說 媽媽為什麼我們的世界是黑的 因為我們現在就把所有的能源都用完了 下一代就不會有能源了 我們今天不會用一分油 的話就存一分油 如果有這個辦法 我們就繼續用 如果沒有辦法 我們就要去思考 油被我們用完了 煤礦被我們用完了 天然氣被我們用完了 我們下一代 我們下一代 可以用什麼樣的東西 好 這個實在是非常機能的電 只要我講稍微久的電 他就立刻就把它洗掉 那 回到我們在台灣來看的話 目前的話 你台電的那個收購方式的話 目前對太陽光電的收購 就是如果各位在家裡邊 抓上太陽光電 每發一路電的話 台電會合一路要收購 合一路要收購 合一路收購的話 就是發電廠發電機 就在自己家樓上 在自己家屋裡上 這個情況下 台電在目前的話 這樣小的系統 會以每度電10塊3 每度電10塊3來收購 大家知道現在的路電多少錢嗎 欸 大家都跟我說一樣 吃米有吃米給 你們都沒有付電費嗎 四萬 四萬 你沒有住台灣你不知道啊 兩塊半都三塊錢的時間 欸你們真的不知道嗎 不會啦 所以台電會付10塊3的價錢 來收購每一度電 這個台電收購多少錢 就決定太陽光電的成本 我現在要講一個成本 剛剛立委知道 就是太陽光電成本很高 立委 不好意思 我不是在講 太陽光電成本就現在成本很高了 在2018年的時候 我剛剛講太陽光電系統 2018年的時候 我們會講太陽光電系統 1K網20萬 現在的話 我們太陽光電1K網 大概十萬塊錢 十萬十一萬塊錢 就可以做得到 所以這個 而且特別就是說 因為它是分散室的 分散室的話 每一個地方 它的裝置的情況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不會說 哎呀 它就好像是風力 或是像水力發電 或者像河南發電 我們可以用技術的方式 一步一步的把它 再把身分降低 另外我要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目前在德國 義大利 其實已經到了reparity了 所謂的reparity就是 市電銅價 太陽光電的發電成本 跟傳統活力電廠的價格是一樣的 因為在德國跟義大利 五度電的電價較高 在德國它大概是 二十五cent 二十五cent 是多少台幣 七塊八塊錢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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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美圖電的價格 所以我們在台灣來講 我們會覺得太陽光電成本比較高 那是因為我們的電實在是非常非常便宜 大家今天早上應該有看報紙吧 台幣今年會多少 沒關係 大家都沒有買台幣 所以沒有關係 台幣今年會去年 去年會三百億 好 那我再看一下 就是這個太陽光電的發電的適應圖 我想後面的東西 我想要介紹就是每一個系統 每一個系統的應用 那我在這邊就介紹我們公司 曾經董事會先來跟大家做一點介紹 因為他在德國在住了非常久的時間 太陽光電的裝置的經驗 從德國、義大利、西班牙一直到韓國 都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當然台灣也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因為他也跟大家介紹這個太陽光電系統 我想大家從這些歷史上 可以得到更多的了解 謝謝